我们来演示一下我公司新开发的便携式局部放电检测仪 它类置多通道、外置同一接口、配备不同的传感器 可以实现对运行中的开关柜、变压器、电脑、GIS进行局部放电检测 这款仪器的优势在于便于携带、操作方式简单、界面美观、测量精度高、电池续航时间长等特点 非常便于现场工作人员的巡检作用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款仪器对应的传感器 这个是超声波、地电波、二合一传感器 用来检测开关柜的局部放电 这个是电压器传感器 用来检测电压器局部放电 这个是高频电流骨感器 用来检测电缆局部放电 这是特高频传感器 用来检测GIS局部放电 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检测开关柜 使用时连接传感器和主机 按F3键切换到UA模式 然后将传感器贴在柜体缝隙 即可通过主机上的读数来判断 类物的放电情况 用战态地电波法 检测开关柜时 只需切换到TEV模式 然后将传感器贴到柜体上即可 如果检测变压器 方法跟检测开关柜类似 连接传感器 切换到UA模式 然后将传感器贴在变压器的表面上 然后通过主机上的读数 来判断变压器的内部放电情况 电脑的检测 检测电缆时 连接高频电流不感器和主机 切换到TEV模式 将高频电流不感器 卡在电缆的接地线上 通过主机上的读数 来判断电缆的局部放电情况 GIS的局部放电简测 跟其他设备测量方法一样 连接传感器跟主机 切换到UHF模式 然后将特高频传感器 贴到GIS的绝缘盆上 通过主机的读数 来判断GIS的局部放电情况 以上设备 在测量前 都应该先采集环境背景时 然后将设备上测出的值 减去背景值 就是测量的真实值 这就是我公司 新型便携式局部放电检测仪的 具体使用方法 谢谢